我们去处理我们的一个点击事件 就是我们在搜索之后 我们的内容拿到之后 当我们去点击内容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应该去把我们的历史记录 我们存起来 存到我们的VUEX里面 我们找到List Card 看我们这个组件呢 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List Card 找到Card之后 看到这里去给我们 返回了一个点击事件 点击事件呢 我们需要在这里 把它发送到我们的一面里面 我们就叫Click 然后带一个参数 参数就是我们传进来的内容 然后回到Homeless里面 我们在Card里面 我们去声明一个事件 就是Click 这里呢我们叫SetHistory 同学们注意 这里的Click事件 跟我们普通元素上面 绑定的点击事件 是不一样的 这个点击事件呢 是我们组件通过 $Emit去发送 给我们副组件的 并不是我们普通元素上面 绑定的那个Click事件 这点一定要去注意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去给它注册一下 我们刚才发送过来的事件 然后呢我们先去定义一下 我们的一个Value Value的一个字段 Value呢我们需要去给它 负一个值 在这里 Zistir value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一个Value 现在我们再去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去拿到Value了 同时呢我们需要把这里的一个事件 我们给它剪切过来 这个函数我们就用不到了 给它删掉 Name是什么呢 它就是Zistir value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少一个逗号 我们给它补起来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输入一个Node 成功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的事件已经触发了 触发完之后 我们把Node删掉 可以看到呢 这里就已经出现一个Node 我们再去输入一个前端 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 然后删除我们的数据 这里呢 之前输入的内容就显示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希望 当我们去点击我们的标签的时候 我们的输入框 会自动显示我们点击标签的内容 同时呢去完成一个搜索 这个功能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imput里面 我们去给它把定一个值 Mode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Value Value是谁 Value就是我们去在这里定义的一个Value 这时候我们把下面的这次点Value 我们给它删掉 V-Mode呢 是我们VoE提供的一个双向绑定的一个属性 怎么跟我们的自定义组件 去发生一个数据双向绑定呢 首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组件上面 去绑定一个Value 然后去传入需要改变的值 进入到我们的组件里面 组件里面呢 我们在Props里面 这里去声明一个Value 然后去给它一个Tap Tap呢 这次我们传个数组 它可以接收一个Stream类型的 也可以接收一个Number类型的 同时呢Default 我们给它一个空字复串 在这里去接收到我们的Value之后呢 需要在Watch里面 去监听一下我们的Value Value监听之后拿到一个NewValue 把当前的ThisValue呢 复制给它 NewValue复制给我们的ThisValue 我们来保存一下 那么这样呢 就完成了我们一个组件和组件之间的一个数据绑定 它最重要的地方在什么呢 其实是在下面 我们之前已经给它去写好了 在于This.Emit 给它返回了一个Input时间 Input会把我们当前的值呢 去给它传递到我们的副组件 副组件里面 这里我们实际上是去接收了一下 然后它的里面呢 其实是执行了一个 把我们组件里面的值 复制给外面的这个Value 其实它是有这么一个操作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双向绑定 有没有去生效 回到页面里呢 我们去搜索一下 我们这里去传入一个Node 然后我们点击 把它存入到我们的历史记录里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Node删除掉 现在我们再去点击Node的时候 我们去给它绑定一个实键 在这里我们去AddClick 我们叫OpenHistory 我们去注册一下我们的实键 在这里 然后我们需要呢 给它传一个参数呢 我们在这里给它传进来 我们需要把Item给它传到我们的实键里面 传进来之后呢 需要用this.value 等于什么呢 等于item.value 应该是name 同时我们去完成一个搜索的操作 搜索我们只需要把this.getSearch 我们把它拿到这里 这里呢 我们传入this.value 现在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双向绑定 我们现在再去验证 先去输入内容 把它加入到我们的搜索历史里面 我们去删除 同时呢 现在我们清空控制台 然后我们去点击Node的时候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内容呢 其实就已经开始搜索了 但是我们的imput上面其实是没有复值的 这是因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什么地方没有触发呢 应该是这里没有去复值 看一下 WITCH Watch 我们这里单词又是评写错误 同学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单词的评写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去刷新 输入Node 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 已经成功存到我们的历史记录里 我们点击Node的时候 可以发现呢 我们的搜索框里面成功填入了我们刚才选择的值 并且呢 我们的内容也成功的加载出来了 如果我们没有内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个不显示数据的一个内容 我们直接在这里去显示一下 在我们的Home Search里面 我们直接用一个Val 我们去给它包裹起来 然后呢 写一个条件 V-if 只有说我们的Search List的长度 The Length 大于0的时候呢 我们才去会渲染我们的列表 否则的话 我们去做什么呢 V-else class no-data 然后这里显示 没有搜索到相关数据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随便去输入一些内容 Test 111 这样呢 就会给我们显示 没有搜索到相关数据 然后我们要去给它加一个loading 我们刚用loading帽 然后呢 这里去给它指定一个loading 同时它的一个type呢 指定一个sno 我们把它删掉 这里应该是icon type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页面 随便输入的内容 可以看到呢 这里显示一个正在加载中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条件 我们去判断是否要去显示 我们给它一个loading的字段 去data中去声明一下 默认 默认呢 我们给它一个force 只有说是在去请求数据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让它是一个true 如果搜索到数据的话 我们把它变成force 同时呢 data catch 我们的云含数 如果说它出现错误的话 我们也应该去把它的loading给它去掉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尝试一下 然后回到页面里面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去输入node 可以看到 它先去显示一个加载中 然后是把我们的内容去显示出来 只要我们搜索的话 都会去发生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刚才发现一个问题 再去搜索 可以看到呢 下面有一个还在显示 我们这里的条件可能写的有问题 把这里的条件呢 我们去给它改一下 vgif 就是当我们的search length的长度呢 等于0的时候 并且 这里有个loading嘛 loading是force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显示 没有搜索到相关数据 这样去改一下的话 它就不会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页面 首先我们输入node 可以看到呢 加载中 然后去显示我们的内容 我们输入一个java 可以看到呢 它搜到了我们相关的内容 同时呢 我们输一个不存在的test 先搜索 这里111 没有搜索到相关数据 这就是我们搜索页面 我们在搜索页面 我们在搜索页面 我们在搜索上